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观看由我要自询网出品的Excel数据套示表视频教程 今天我们讲解1.18节数据套示表与标签筛选 所谓的标签筛选实际上就是对哈利的标签 它的记录进行筛选 在上几个我们学习的搜索筛选以及手工筛选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一个标签筛选 还有一个直筛选 那么这几个讲解的就是这个标签筛选 当我指到标签筛选以后 在右边列出了很多筛选方式 那么这些预制的筛选方式是非常实用 我们接下来将来看一下这些筛选 它是怎么运用的 别方说等于我们看第一个等于点下 这里面会出现两个让我们选择 前面是要我筛选的一种条件吧 实际上这些条件就是最外层的这一个 这些 对不对 那么第一个是等于 那么等于什么呢 注意看下面说可以用问号代表单个字符 用信号代表任意多个字符 证明是可以用通配符的 可以用信号和问号 那么接下来比方说我们要说等于 四个字的 有四个字的这种平面 我也可以按四个这种问号 一个问号代表一个字 是不是就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等于具体的 可以等于具体的某一个产品名称 比方说 半轴 确定 对不对 或者说有带半轴两个字的也行 那么你在前面 后面加上就可以了 对不对 实际上后面的只有在前面的 这是关于它的等于 可以用通配符来灵活的运用 不等于就刚好相反 那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一串 中间这一组的话 有一个开头式 开头无式 那么针对于这个 开头式开头无式 结尾式结尾不是的话 我们一看就明白 开头式的意思就是 以什么开始 我先把前面的清楚 好 开头式 比方说我以开头 以什么开头呢 以方字开头 那么你就直接写个方字就可以了 确定 是不是 相当于 它把我们之前的这个通配符 给运用起来了 只不过这里不用写通配符 如果你写前面写个 对不对 那么就是开头式开头无式 结尾式结尾无式 意思很容易明白 包含和不包含 就是有包含这个字和不包含这个字 我们也举个例子 就举个不包含 比方说这里 我们写个不包含 不包含什么字呢 不包含鸡 什么什么鸡都不行 确定 是不是 在我们筛选出来的这些记录里面 没有一个包含鸡这个观念字的 那么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上面的这些 一般来说是针对字 下面这些呢 一般来说是针对数字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针对数字的 比方说大于 我大于二 这里一二三四 就只有三和四 大于和等于 就多了一个等于 然后呢 小于 比方说小于二 那肯定就一个一月 就一个一月 好 小于和等于 多了一个等于 就是八 这个什么样 比方说一 小于和等于 把一给包含进去了 如果小于等于二 就把二 它本身也包含进去了 是这样的 然后再来看 下面的介于和不介于 比方说我想 写个不介于二和与三 那么就一和四 对不对 就是不介于 那么如果有一天 你想筛选出一四 这两个月份 那么中间的二三 不想筛选 那怎么办 就可以这样来做 那么这是介于和未介于 不介于 下面的这些呢 基本上刚才说了 针对的是数字 而上面的这些 是针对文本 那么对于清楚我们的筛选的话 有两个地方 一就是这个标签筛选 最顶头这个 清楚筛选 还有一个这个筛选 都行 清楚筛选 再清楚筛选 好 这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对于我们的通配服 没有做详细的讲解 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讲呢 因为在前面的课程 我们也讲过很多了 已经讲过很多了 在我们的 五一自学网里面的 函数课程里面 以及 X2技巧课程里面 都讲过 有关于通配服的 运用方法 不想再 再次赘述 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不太明白 可以去看看 相对应的章节 好了 这几个我们就讲解在这里吧 同学们再见 再见 再见